其实有些人已经提前猜到了 因为乐哥已经几个月 半年没有上过号了 所以说跟高端复战号 包括他曾经在紫荫城的一人一个复战队 人坛对拉他来讲没有太大的意义 所以说乐哥呢 也选择了退游 当然之前是可以一直玩的 但是风少们呢 因为机缘巧合 也一直想跟我们在一起玩玩 也算是完成一个承诺吧 然后有人说这个号就不贵 这号是跟现代的女儿孙比啥的 跟物理系比啥 肯定是没有那么贵 因为啥呢 因为乐哥玩的时候审马是40万 现代的时候审马是10万 然后乐哥自己以前玩的时候 一人一个战队 四五十是什么 那你想想 他最后到这个花生四号的时候 再加上审马的贬值 再加号清理 所以说乐哥最后在遇到的花生四号 也没有说多么天价 多么暴力 那倒没有 就是每个东西是严丝合共的好 乐哥在退休前 还最后的把美劲装备 都熔炼了一遍 衣服21防一米 14防三米 15防三十二米 孝李加神佑 精青加治疗 刘云加抗风 乐哥的极限熔炼 这把武器是最巅峰的 一个花生四 有了神佑 双加七十 而且高伤害 精青带治疗 刘云带抗风 愤怒加特技 甚至还带了一个物理暴击伤害 宝宝呢 花生四是用不到神马的 但是有就是有了 这个号真正精品的地方在于他的宝宝装备 93 92 宝宝装备 137防一百 就这一件宝宝装备 能买啥 我就不告诉你们了 速腾应该是没问题吧 这一件 我说的这一件 利劈神马 壁垒 千速 闪现神马 这只宝宝以后特性会换成闪现了 这只 这只 这只是这个版本之王 善恶精裁 再看宝宝装备 93 131 94 所以那么67加34是多少 我不会算 宝宝装备经过双加以后 竟然来到了罕见的91 算的真准 又是一只极限自止的三个 风尚买乐哥的号是有一个事特别好玩 风尚都没看直接打了钱 我说哥我求你看一下吧 对不对 你起码知道自己的硬件是啥样事的 他说不要 我大概知道 你就要卡号 我说必须得过户藏宝鸽 他说是啊 那最后的话账号的话是打完本届武神谈 会以剩下的为款 以100万的方式指定ID完成一个交易 这个号贵吗 这个号那乐哥卖的肯定不贵 乐哥卖的肯定不贵 就是 有出更高的乐哥肯定也是优先卖冯少 因为冯少加盟与宝 那乐哥肯定还是非常愿意卖冯少的 最终也基本上没有给别人出家的机会 但是封少也毫不含糊 直接就要卡号去完事了 就这么简单个交易 就跟兄弟们去吃顿盒饭这么简单 对不起 对不起 感谢观看